陈情望线心甘情愿 第五十七集 想我没 我想你 江城点头道 嗯 我觉得也是 家里休息得好 这边你就别担心了 有我呢 蓝旺鸡当然知道 回家休息得更好 可这也意味着 几个月 可能就见不着魏无羡了 他纠结着 魏无羡这时到 现在回家的话 坐车也很折腾 就算坐轮椅倒来倒去的 也很辛苦 要不就请个护工专职照顾吧 我有空的时候 可以过来看看 江城道 这也是 行动是个大问题 不行就在这儿吧 我等会儿去问一下护士 看看护工怎么找 蓝旺鸡心里 又有了别的顾虑 请护工是要费用的 他的工资都没存到 问家里要妈妈 一定会跑跟问底 问他干嘛 看来又要用魏无羡的钱了 魏无羡好像 看出了他的想法 握了握他的手 道 你这是工商 公司是要报销的 别没事胡思乱想 好好休息早点 康复才是最重要的 江城笑着道 你这半天也不说话 不会真的在担心 不给你报销吧 蓝旺鸡笑笑 魏无羡不等他回答 对着江城道 你现在就去问问护士 提前问清楚 江城出去后魏无羡 盯着他的眼睛 小声道 别没事瞎想 就你想法多 蓝旺鸡心里 说不出的滋味 一周很快过去了 魏无羡跟江城 一起返回了剧组 护工在魏无羡 开工的前一天 确定下来 是个实习的 医学院大学生 小伙子做事很麻利 也特别健谈 魏无羡觉得 蓝旺鸡太闷 刚好来个会说的 就把小伙子留了下来 魏无羡走后 蓝旺鸡的心情有些低落 很少说话 护工小伙除了给他讲笑话 还给他拿了好几本小说 蓝旺鸡看着那几本武侠小说 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 意气风发的年纪 一本小说浅浅是借着看 躺在床上聊小说中的人物 那情形好像还在昨天 一转眼已经奔三了 我很喜欢魏老师 那天下午 护工小伙推着他 在医院里晒太阳 突然说道 蓝旺鸡吃惊 小小年纪还挺能藏上 都照顾他一周了才说 他道 是吗 你也知道他啊 知道啊 我们宿舍的人都知道 听说他是草根 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太不容易了 小伙道 你对他很了解啊 蓝旺鸡微微笑笑道 网上信息都有啊 他是真有实力 希望他能多发些歌 好喜欢他的歌 小伙道 会的 一股伤感上到心头 如果他有能力 魏无限就不用这么忙碌了 专心自己喜欢的歌唱领域多好 当然 作为草根先赚点资本 也是应该的 粉丝都能理解 就是希望他闲下来的时候 能够把音乐使起来 小伙真诚地说道 蓝旺鸡很感动 道 他不会把音乐忘掉的 拍戏也会带着自己的乐器 嗯 嗯 护工小伙开心地应着 耽误了一周多时间 加上损毁了一部分拍好的片子 导演要赶进度 魏无限进组之后 都忙得没时间休息 每天只靠信息跟蓝旺鸡联系 那天晚上 护工小伙推着他在外面散步回来 蓝旺鸡根本没有睡意 就坐在床上看书 护工小伙在他床边看手机 一口气看了很多夜 感觉脖子酸痛 蓝旺鸡抬头扭动脖梗 无意间扫了一眼 护工小伙的手机页面 居然是他之前 跟魏无限的绯闻贴 上面还有他和魏无限的亲密照 心甘情愿九十九 想我没 我想你 蓝旺鸡赶紧把目光收回 他这几天总是感觉护工小伙在他面前提味无限时 悄悄地观察他的神色 他以为是自己敏感了 原来原因在这儿 早怀疑他俩了 有总被偷窥的郁闷 可是又很无奈 蓝旺鸡和尚书靠在枕头上假装闭目养神 护工小伙很快关心地问 困了吗 我把床放下去吧 每天不是在床上 就是在轮椅上 一点活动也没有 哪有那么快会困 蓝旺鸡摇摇头 不用 我休息一会还要看书 那要喝点水吗 小伙子问 给我倒一点吧 蓝旺鸡睁开眼 没有睡一桩睡也是很辛苦的 护工小伙给他倒一杯热水 又加些常温的矿泉水 把杯子滴到他的手上 平心而论 护工小伙对他照顾得很不错 可以说是事无巨细 他本来让他买一箱矿泉上来 每天喝矿泉水的 小伙子说喝温水的人体更好 每天不怕麻烦地给他冷热餐着喝 晚上基本他稍微动一动 小伙子就醒了 问他是不是要上厕所 吃饭也是准点准时给他打过来 可以说是个非常优秀的陪护了 蓝忘机很纠结 最终在解雇和留下之间选择了再观察看看 在住院部住了半个月就转进了康复科 康复科有单间 蓝忘机就要了个单间 魏无羡终于有休息的时间 那是一个月后了 下午没有他的戏 上午下戏吃过盒饭 他就跟江城跑到了医院 魏无羡过来就让护工小伙子去休息一天 一个多月没休了 小伙子很开心 交代了一些就走了 江城在医院带到傍晚也回了酒店 终于有了独处的空间 魏无羡关上门抱着蓝忘面滴 脸亲了天半 道 好想你 你有没有想我 蓝忘机笑着道 还用问吗 想有什么办法呢 你忙 魏无羡轻轻摸了摸他的脸 道 等这部剧拍完 我就休息一段陪你 说完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道 护工照顾得不错 吃胖了 说起护工蓝忘机 又想起了 小伙子偷看两人绯闻的事情 笑了吓到 是挺好的 不过 他可能在怀疑我俩的关系 魏无羡不以为然地说 怀疑就怀疑呗 那正好 说着一屁股坐到旁边的陪护床上 又道 天天挨你那么近 上厕所也要扶你进去 早知道你是明曹有主了 就不用想别的了 蓝忘机没忍住笑了 看着他道 你脑袋里天天想着什么 人家有女朋友 那天还过来呢 哦 那更好 那你有什么怕他知道的 我在他面前又没亲你 怕啥 魏无羡道 蓝忘机道 没怕呀 我只是没想到 过来让我看看 坐那么远干嘛 魏无羡起身来到他床边 弯腰吻上他的唇 低声道 这样可以吧 蓝忘机体内肌流涌动 按着他的后脑勺 刺意地吻着 魏无羡很快身体软了下来 坐到他的身边 轻轻地靠着他的肩 蓝忘机一只胳膊揽着他 一只手穿过他的衣服 在他光滑的肌肤上游走 好想要你 蓝忘机在他耳边滴雨 下半身的小山 早已坚硬地挺立 那你赶快好起来 魏无羡泥南潮 顺手握住了他血脉喷张的山峰 蓝忘机没有制止他 接下来的动作 狠狠地再次吻上他 有种想要把他进肚子的冲动